歡迎收看新台派上線 今晚節目沒有極限 我真的沒想到 佩琪姐是真的想要買1.2億的豪宅 佩琪姐不只真的想買1.2億的豪宅 她還看了至少兩間 甚至是三間以上 今天最新的消息是什麼呢 有房仲的群組 現在傳陳佩琪是 連看三戶 那個在立法院旁邊的 那位原力建設的豪宅 有的賣1.2億 有的賣1.4億 我們家佩琪姐姐沒在怕 我全都看 每一間都看看 所以針對這件事情 陳佩琪有沒有回應的 有陳佩琪發了臉書 發了臉書的過程中 坦然的承認了這一切 看房看1.2億的事實 我就講民眾黨是個非常有趣的政黨 民眾黨在做危機處理的時候呢 他不是把傷口越縫越小 民眾黨在做危機處理的時候呢 他不是讓問題越來越熟練 民眾黨做危機處理的時候要止血 我就讓血流乾就止血了 從他們的天天開記者會查帳 這件事情我們就可以看到重點 可問題是陳佩琪昨天發了臉書 我已經很少看到一個政治人物 你說陳佩琪不是啊 他只是醫生 沒有 陳佩琪在我們圈子裡面 就是廣義的政治人物 他有媒體影響力 他有曝光度 他的一言一行都會影響到民眾黨的支持度 可陳佩琪發了這個臉書 潮點滿滿啊 陳佩琪先說 你為什麼要去看房呢 他說呢 因為那個時候三個小孩同時出國了 你的解方竟然是去看1.2億的豪宅 哇 你面對憂鬱症面對方式 會不會跟一般人差太多呢 陳佩琪接著寫說 他有啦 他真的有去看房子啊 他千真萬確 他真的有啦 可是問題是喔 有沒有看名嘴口中的豪宅呢 1.2億豪宅呢 我的確看過 約略這個價位的房子 陳佩琪是親口承認喔 他有看到 約略1.2億價位的房子 可是陳佩琪接著說 當時啊 天色太黑 看不清楚 也記不得 專案的名稱 我就問 你買1.2億的豪宅 塗了是什麼 塗的不就是location location location 你買1.2億的豪宅 你塗了是什麼呢 不就是那個建商 華美以及安全的設計 我就問 你們去看車 開台500萬的車 你會忘記你看什麼品牌嗎 不可能吧 可是那麼誇張事情呢 陳佩琪就給他寫出來 甚至他還說什麼呢 為什麼要買1.2億的房子呢 很簡單啊 我要鼓勵什麼呢 要去年 嘿 開始和兒子商量 我們呢 買房子 給兒子壓力 讓兒子 非得給我找一門 媳婦不可 哇 你去施壓你兒子 結婚的方式 是用1.2億的豪宅 哇 那這樣 我也願意再結婚 啊 不是 我沒結過婚 王時期 時期姐 也願意再結婚一次 結個婚 有1.2億 這東西 宜翔 你要不要再結婚一次 這個公開是說 當然不願意 私底下是說 我跟老婆就各分一半 你可以跟老婆 同事 結兩次啊 對不對 哪有這種事情 你現在是怎樣 是王子是不是 還是貴族 你給你兒子施壓 叫他結婚方式 是去買1.2億的豪宅 還有這種文章 我就不信這種文章出來 你陳佩琪 可以紓解小草的怒火 所以小草呢 現在全數崩潰當中啊 小草崩潰到什麼程度呢 小草說 那是 小草說 佩琪姐沒有錯 阿伯買1.2億的沒有錯 是 把房價 炒到1.2億的人的錯 嘿 這件事情 真的沒毛病耶 如果 今天房價 只有一千萬 阿伯就買了嘛 對不對 是你們那些炒房的人的錯 小草還說什麼呢 你們這件事重複 沒有道理 你們享受資本主義 跟民主自由的好處 要重複 就去加入共產黨就好 那我就問阿伯在選舉的時候 為什麼要奚落成連勝文呢 為什麼要高喊居住正義呢 甚至還有小草說什麼呢 第一套房的頭期是父母出的 然後呢 用薪水還房貸很正常吧 對啦 是很正常啦 可是第一套房的頭期 竟然是1.2億的房子 然後呢 六成約7千多萬父母出 這應該不是很正常嘛 所以陳佩奇這幫把小草全部逼瘋了 可更詭異的事情是什麼呢 是陳佩奇以及柯文哲 哪裡來的錢去買這些房子 我們其實特別找過 這幾年 竟然買豪宅都有一個共同的趨勢 全部都是全現金支付 為什麼 因為這幾年的匯率非常非常不穩定 過去呢 房貸一直在升息 所以你豪宅如果借七八千萬甚至上億 對於那一點點的匯率的波動 都會影響到每個月繳房貸的金額增加非常的多 所以越貴的房子是越多全現金支付 所以我們就要問柯文哲 你哪來這麼多的現金 保守估計七千多萬 然後呢 更誇張 你可能是超過一億的現金 去在手上去買這個房子 有趣的事情是 柯文哲其實當台北市長的時候 非常討厭現金 極度厭惡現金 柯文哲當台北市長的時候說什麼呢 2017年要讓銅板紙鈔在台北市消失 柯文哲出席所謂的智慧之父數位化論壇 說什麼呢 台北市要變成五指化的城市 柯文哲對於現金厭惡到什麼程度 他在台北市的夜市的攤商還有市場的攤商有被踢爆 蒼商爆料 不裝無現金支付機就不給攤商續約 甚至他在選舉的時候在一起的時候還說振興券老師發紙本很low啊對不對很low啊 我們要去做電子支付 可有趣的事情是柯文哲被踢爆 他在他競選總目的木可小物販賣處呢 既然呢第一天沒有發票 既然呢完全沒有任何電子支付工具 沒有LiPay 沒有ApplePay 沒有AnyPay 連刷卡機器都沒有 只能領現金 可他這個木可小物竟然完全是純現金交易 你看不到任何一筆有金流的帳 木可小物成立公開講三天賺了七千五百萬 這一筆消失的帳到底留到誰的口袋呢 這麼多吉祥內容都會在今天節目跟大家討論 進入節目討論之前 下一集要接來賓 第一位是資深媒體的王瑞德 瑞德哥你好 大家好 第二位是民進黨台北支援趙一翔 一翔你好 大家好 第三位是資深媒體的康仁俊 仁俊哥你好 大家好 第四位是資深媒體的王石器 十一姐你好 大家好 你幹嘛想再婚了嗎 不要害羞 你幹嘛嬌羞啦 就嬌羞了起來 我會跟我老公拿到錢之後分一半 假離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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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來是社民黨台北支援苗柏雅 阿苗你好 大家好 再來是國民黨台北支援張委員 委員你好 大家好 好 進入討論之前先給大家看一下 柯文哲的金流真的是非常非常奇怪 這麼多的政治人物都有選舉過 我從來沒有看過一個政治人物 報仗可以報得這麼的亂 而且呢 連最基本的收入跟支出都兜不容 有趣的事情 今天柯文哲政治獻金出大包了 他的政治獻金爭議再添一窗 金件來自上海市的捐款 來自中國的政治獻金 竟然進到柯文哲的戶頭了 我們看一下相關報導 我們花很多力氣在檢查那 將近18萬筆的收入 合體黃國昌開直播 柯文哲再三強調花了很多時間 查證政治獻金來源 雖然踢除未滿20歲支持者的捐贈 但現在又被爆料竟然有來自對岸的捐款 平媒媒體從監察院官網公開資料中整理出 柯文哲的政治獻金有17筆捐款人 登記地址不在台灣 其中一筆去年12月16號收入的1000元捐款 更是來自上海市葡萄區 另外香港澳門日本千葉縣大阪東京等地 也都有捐贈者 總金額超過3萬8千元 你不能說我人氣很高 我收來的錢全部都是我的 我只要4年內好好運用就好了 可是你收到不開收的錢 自家小額捐款頁面還記載捐款者 必須是本國籍且具選舉權 外國籍與陸港澳居民不符 現在卻有幾筆命捐款 不清楚是否為台灣籍人士所捐贈 雖然沒筆金額落在百元到萬元不等 但也顯得格外諷刺 這是公開跟透明 這個哪有機率 這個是一團爛仗 爛仗爛到不知道怎麼報的時候 亂報那個就會真的會有偽造文書的問題 既然現在大家有發現 那我們目前初步看是有身份證的 那既然是有身份證 他就可以捐款 不管他人在哪裡 那我們也會重新的來盤點 是不是有沒有身份證 或者是有其他人 但目前為止我們看到是有身份證的 三位總統候選員的捐贈資料 委託科文哲出現登記地址來自外國的捐贈者 無論到底是誤登還是真有其事 柯文哲的政治現金爭議越演越烈 我想到一件事我頭皮發 柯文哲過去最討厭現金對不對 沒錯 他對於現金是恨之入骨 他說要讓現金在台北市消失了 可是問題是他現在看1.2億的房子 這陳佩琦也承認了 1.2億的房子 你就按貸款試成 你也準備7到8千萬 如果柯文哲手上真的有7到8千萬 剪掉去衝柯文哲的時候 那個場面不是嚇死人 事實上我都想起一對門簾 一對簾嘛 過年的時候要貼對簾 娶妻當娶陳佩琦 十年能住上一屋 對 上一屋 然後橫批改變成真 對 十年改變成真 對不對 這個就叫白色的力量 對 小草歡迎加入你們繼續討厭嘛 那麼有關於現金的部分對不對 越來越起人疑鬥 對 為什麼 一開始我們看他的那筆爛帳 那筆假帳 一開始都說是會計師端木正所為 對 那麼現在看起來不是這樣 因為連你們會計自己勾選 然後操路都會操搓 對 你們整個民眾黨爛 這個作戰的部分是爛爆的最高點 對 那除此之外呢 我們在查有關於你的政治現金來源的比數跟比例的時候 對 別人我們都不會有什麼意見 到你這裡的時候 個人的時候竟然有高達百分之九十三點七是現金 是現金 盈利四月八十四點三是現金 當時 匿名六十是現金 當時 那麼包括台北市議員林亮君他們發現了以後 他們就已經講說 隔天柯文子他們一定會講說 搞錯了 對 沒有錯吧 馬上出來講說弄錯了吧 對 搞錯為什麼 因為現金我跟各位解釋一下 2012年有沒有很多人拿現金 有 那時候因為蔡英文 小豬夫曼 三隻小豬的故事 對 我都抱了兩隻到板橋縣平大道去 抱了兩隻去嘛 然後說不用給我收據 是 那個那樣子的現金的政治 那個政治現金呢 是OK的 但問題是 這個比例也太高了吧 93.7 對 那問題是他那個柯文哲出來解釋 搞錯 一看就知道勾錯 因為他的支持者百分之九成以上都年輕人嘛 年輕人最喜歡用手機轉帳 網路轉帳嘛 一定是勾錯的就對了 好 這是柯文哲說的嘛 這些的現金都是弄錯的嘛 我告訴你 堡壘要從內部攻破 很簡單 什麼意思啊 你講我講這些人講都不算數 為什麼 你們這些評論員對不對 都在講東講西講一大堆嘛 那堡壘要從內部攻破 那誰攻破 幾萬四高 朱慧龍 柯文哲到台北市長以後 他就在台北市的這個廣播電台主持節目 對 他常常做一件事 訪問專訪市長夫人陳佩琪 告訴各位 他是正科粉 所以呢 他是科粉 他講怎麼樣 他講三件事喔 這個是他講的 不是我們講的 對 他講的是 鏡種目可 沒有任何電子支付 沒有Line Pay 沒有Apple Pay 沒有Anning Pay 連刷卡機都沒有 所以呢 只拿現金 所以很多人來買東西幹什麼 只能支持者要出去領錢 拿來買就對了 然後第一天沒有發票 好幾天沒有發票 好 政治現金還要經過目可經手 這個我就不太了解 對 因為他這樣講了以後 我就很納悶 為什麼呢 目可不是私人公司嗎 負責人不是李文娟嗎 對 那為什麼政治現金要經過一個私人公司 對 這個我不太懂 後來好不容易有發票 只有二連四的就對了 發票站還是目可公司的 直到結束都沒有三連四的 好 第三個爆料是 太多太多人拿著現金來捐款 絕大部分人有拿回收據 但是很多人不要收據嘛 對不對 我跟你講到後來 朱慧龍的文章寫得很長對不對 對 事實上到後來目可是什麼時候 才開始有這個刷卡的東西啊 到辦戶外活動 辦戶外活動的時候 因為要有人 現金貸不夠人要刷卡 對 後來才有了這個所謂的刷卡機 是 然後還有包括他們目可 把很多東西都放在他們 進種的倉庫裡面 對 搬來搬去都是志工在搬 對 那所以他們後來就納悶了 難道這個是民眾黨的黨營事業嗎 就目可是民眾黨的黨營 那如果是這樣的話 那為什麼還要 民眾黨還要授權金 4比1300萬給他 對 而且倉庫放的是民眾黨的倉庫 搬的物流是志工在搬 而且重點是全現金 對沒有錯 這些現金啊 各位看到這個 很多人拿現金來捐款 大部分有拿收據 但很多人不要收據 很多人不要收據 那就會有一個問題 這筆錢就變黑帳了 到底有沒有在裡面嘛 我們講了那麼多天了嘛 那個民眾黨 民眾黨不是天天要開記者會嗎 對 開了兩天就沒開 因為民眾黨數學 天加天等於兩天 沒錯 所以天天就兩天嘛 對 他如果說我們天天天開會 就三天這樣子 所以他就天天開記者會 再開兩天嘛 到現在也沒有解釋清楚啊 柯文哲過去最看不起現金嘛 蛤 他當台北市長的時候 看不起現金嘛 讓銅板紙鈔在台北市消失 你知道嗎 讓銅板紙鈔在台北市消失嘛 所以他弄了一個什麼pay嘛 什麼台北pay 我跟你講 柯文哲為了推銷他那個什麼台北pay 對不對 連去看演唱會 都要掃台北pay 對 我寧可掃身份證 你夫妻掃身份證 進去看演唱會 就是不裝你柯文哲的台北pay嘛 那問題來了 那麼愛pay的人對不對 接下來no pay 全部要現金 全部要現金 現金不是不好 可是你柯文哲認為現金是很low的嘛 對 那你為什麼全部要現金 為什麼要不安全不用效率 因為有現金 我問你啦 我講坦白了啦 什麼樣的人最愛用現金 不是我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父 而是你要知道 天天過路財神 錢從手上收 如果又沒有這個所謂不要收據的話 那就只憑良心嘛 現在知道嘛 只憑良心 現在你就知道良心 記憑不難 找回良心而已 政治不難 找回良心 那前提要有良心啦 對 萬一良心 這幾千塊幾百塊幾十塊沒有 給他淘淘 我有一個朋友 我有一個朋友請一個人來 顧檳榔談 顧到後來知道他做假帳 為什麼 因為 我收了錢 比我進家的成本還要少 但是你偷走了嘛 有良心嘛 是隔壁的鄰家女孩 他還是良心被口吃的嘛 很簡單嘛 那最近呢 又被人家發現 他的申報裡面 來自於上海 香港 澳門等等 這些 包括日本啊 政治現金法規定啊 外國人是包括大陸 中國大陸 香港 澳門 是不可以捐的嘛 當然他們今天要解釋說 都有身份證字號 我告訴他 要抵身份證字號還不容易 有個東西叫身份證號產生機 坦白的 按下去 身份證號出來 全部台灣有的 身份證號 我們的身份證號編碼對不對 都是有一定的編碼的那個產生 對 這很簡單的事情嘛 所以他們現在就講說 雖然說國外會進 但是問題是 他是我們國人 你怎麼知道 當然這是他們的解釋啊 不過我告訴各位啦 那麼從這筆帳爆發到現在十幾天了 還說不清楚 講不明白 然後越來越多的疑惑 讓大家有三條線 各位我做一個總結 那麼這幾天我們不能都在講 陳佩琪去看1.2億的豪宅嗎 對 我個人認為我們不要欺負他 我們沒有欺負他 因為他那個1.2億豪宅對不對 其實是1.26億 83平四房 對 是裡面比較便宜的 相對便宜的 那有1.4的 裡面有1.4有1.3的 有100平的 他看80平的 所以各位對不對 各位你要知道嘛 如果他們家那麼有錢的話呢 對不對 真的那麼有錢 那為什麼不能去看豪宅呢 當然 陳佩琪說是因為他進入了空窗期 請問各位 有多少台灣的女人 有空潮期的話就可以 比如說 看1.2億的房子 扛著臭豆腐還是 扣著臭豆腐 可以走到一個豪宅前面說 我想進去看豪宅 對 你們都沒有了 看豪宅 看豪宅沒有管道 你還要付一筆豪宅費 你才可以進去裡面看了 所以呢 有時候謊話說多了 又要圓另外一個謊 來 前面的謊 何必這個樣子呢 就直接說 你就是為了換房子 只不過你要解釋 你的現金哪裡來 好 非常謝謝瑞德哥 請瑞德哥回到我眼上 我想問阿彌 假設柯文哲這種 一筆現金 他真的可以去買房子 這筆錢 他不可能存銀行李 存銀行李會出大事 欸 我財產申報才2500萬 對不對 我去年11月才2500萬 結果一存 七八千萬八九千萬 會出大事 我的意思是 柯文哲 你以前跟他共識過非常非常久 他對於無現金交易是非常非常執著的 我看到一段話我毛骨熟了 他說什麼 台北魚類批發市場是國內最大的魚市場 買方賣方約一千多人 都是半夜帶著大批現金或開支票 工作人員還要花兩三天處理帳戶 改用智慧支付後 安全提升速度也加快 柯文哲明明知道 現金帳會出事 而為什麼 他的目可 是純現金交易 阿秒 我跟大家講 那個目可純現金交易的事情 不只是說 是不是沒有電子支付這麼簡單 對 重點是買了目可那些商品的錢 最後是進了目可 還是進了政治現金帳戶 因為我沒有金流我就沒辦法查 我只要沒有開發票 進到哪裡都可以 對 在這個情況下你會發現說 按照這個智慧所講的狀況是 目可他是開發票 他後來有開目可發票 對 代表說小草去那邊拿了這個目可小物的時候 其實錢根本不是進到政治現金 是進到目可裡面 沒錯 可是不要忘了 柯文哲花了700萬跟目可買這些小物 對 柯文哲的帳上他有計700萬是跟目可買什麼咖啡 服飾一批競選小物等等 對 還花了1300萬去管理這些小物 按照他們的說法 對 你光是花1300萬去管理價值700萬的貨 這已經腦袋有動了 對 你怎麼會花1300萬去管理價值700萬的貨 但他就花這筆錢 而且他買了那700萬的貨 放在他進辦在販售的時候 錢就是錢進目可 對 所以那些小物是不是有一物兩賣 先賣給柯文哲的進總 對 小草出了錢 再賣給小草 小草再出一次錢 對 然後呢 錢進目可 獲利進目可 對 這個是柯文哲他的記者會開了三場 開了兩個禮拜到現在 完全說不清楚就是錢進目可這件事情 對 其實有時候你看柯文哲講話 你不用看他講了什麼 你要看他沒講什麼 他沒講的東西其實有時候才是重點 就是陳佩琪一直在講 房子怎麼樣 我去看房子不行嗎 夏日晚風徐徐啊 涼涼啊 去看啊這些什麼 然後大家就在討論 豪宅是不是進得去啊什麼 但是你不要忘了 陳佩琪現在把整個話題導向說 小草這個有些還相信他的 這些很精煉的很純的 對 還相信他 在那邊講阿伯有錢不行嗎 阿伯有錢不行嗎 對 先不論為什麼會從阿伯沒錢變成阿伯有錢 對 阿伯有錢可以啊 那問題是你競選總部的賬如果說不清 再透過木可跟治療 人家就一定會問你陳佩琪看房子的錢拿來 是 就是這麼簡單一件事 所以那個根源還是在他政治獻金的問題 對 那在政治獻金裡面 柯文哲講的話還有一個特色啦 我們現在發現啦 他講的話只要反著聽就是真相 這個很簡單 他最愛無獻金之父 一定要智慧成事 不要通班主操 誤會生 越學越像 有這個細菌很多 欸 那你自己的競種的賬怎麼都做成現實 細菌很多 對細菌很多啊 這競種怎麼都現實 那一看就知道勾錯囉 不可能 我們都網路小了 那你怎麼解釋 就是你的晉半志工講說 大家小草捧著現金去買你那些商品製作 那些錢就去哪裡 對 到底是整個賬到現在喔 你只在那邊交代說 哎呀99塊我寫成98塊 差一塊錢200塊的計程車沒有爆 對 台北市停車費假20塊沒有爆 欸 我們再問的是 你的帳上至少亂了2000萬嘛 對 那這2000萬裡面 916萬你用你要跟12的假帳交代 你還有1000萬 還有6筆假帳沒有交代 對 然後你之前沒有交代的部分 你完全沒有辦法再去釐清一件事情是 那些錢盡募可的小物販售的現金 到底哪裡去了 對 這個是他現在最大的問題耶 如果說今天 剛剛他講說如果很多現金是買豪宅等等的 那因為他還未稅嘛 對 那還沒有簽約 但是 但是 但是如果他家一打開都是現金那多糗啊 這不只 他家一打開都是現金不是糗的問題 這是慘的問題 真的是慘的問題 那是慘的問題 那多糗啊 那剪掉一湊 啪 到時候就見你了那多糗啊 這個是慘的問題喔 但是我還要講一件事情是說 木可的帳 木可的帳本 現在理論上應該在檢調手上 對 這個是他最大而且最難以處理的事情 對 因為木可的幕後股東有誰 他不是經常講說 你看他又講說基金會跟協會是魔戒對不對 對 可是基金會跟協會的理監事跟董監事 至少還是公布在法院的網站上讓大家看耶 沒錯 木可的股東 因為他不是上市公司 我們不會有人知道他的股東有誰 對 所以他那個是加強版魔戒耶 對 柯文哲的話反則聽 他不要帶魔戒的意思 其實就是他要打造加強版魔戒 帶一個超大的魔戒 對 然後呢你再看他的 這整個面對這個所謂的老婆買房子這個問題 基本上他派陳志涵出來 派吳怡軒出來 在那邊轉移交點的時候 他有沒有辦法去交代 過去十年間 他的財富在房子這題上 為什麼快速增加 因為按照陳佩琦今天最新的波文 他又三公司掉下了 他說我這個要換房不行嗎 他就是要換房嘛 對 意思是說他要換嘛 杭州南路有一間 那現在新一路還有那個大安區有一間 對 兩間 意思是說我1.2億 我這兩間賣了我1.2億 你好我啊 對 就是這意思 那我就問你這兩間的房貸全部付清了嗎 你這兩間已經完全沒有房貸嗎 如果你這兩間還有房貸 你怎麼能說你賣兩間之後 就立刻可以再買一間 對 對不對 那如果說你這十年間 這兩間房貸你都付清 因為他這個把杭州移到他兒子名下 然後佩琦再去買大安區的這一間 那是大概是民國99年的事 對 十幾年間喔 柯文哲在做什麼 他在當台北市長 對 台北市長是死薪水 一個月19萬 薪水更少 比台大醫院還少 對啊 他的財產應該要縮水的 但是他的財產如果按照陳佩琦先生的說法 已經無房貸一身心的話 那這個錢哪來呢 對 對不對 而且他今天那邊的故事完全不合理嘛 要賣掉兩間舊的買這間新的 然後又要這間新的是兒子的婚房 那他們倆睡哪裡 就與公婆同住耶 你知道嗎 對不對 王思琦有沒有怕 我嚇死了 要與公婆同住 我不要嫁了 我不要嫁了 阿瑤怎麼會想結婚 阿瑤怎麼會想結婚 他今天這片出來是幫阿瑤斬桃花 你知道嗎 斬桃花 大家看了都嚇到啊 對 原來是陳佩琦說要叫你趕快 找老婆 想要與公婆同住 這怎麼得了 所以柯文哲他的青年省錢高智商財政機率 這些事情已經全部破功了 沒錯 現在大概在盤點他以前說的話 他罵好龍斌說 什麼都不知道的話 可以欺世一世對不對 現在他每天都欺世一世 不是嗎 因為他每天什麼都不知道啊 對 所以現在結論 阿伯還是誠實的 因為只要把他的話當成反指標 這一切都講得通了 還算誠實了 阿伯的話反過來看就是實話 不算是不好的事情 可是問題是喔 剛剛講到重點中的重點 陳佩琦想了三天 終於想要口供 因為陳佩琦第一天說溜嘴嘛 就是說他確實有去看 1.2億豪災 可是他想了三天 終於怎麼辦呢 終於想了口供 寫了一篇臉書 這篇臉書我很久沒有看過 這麼多破綻 然後這麼多可以吐槽的地方 什麼三個小朋友跑出國啦 所以我有空巢期憂鬱症啊 我空巢期憂鬱症 所以我就去看1.2億的豪宅啦 可是我偏偏看1.2億的豪宅呢 我不記得建案的名稱啦 這些東西說得通嗎 欸 1.2億那不是120塊 1.2億的東西你看了半天 而且現在傳出來你看三間耶 你還不記得建案的名稱 所以我們看一下今天的相關報導 拉一下 拉一下 因為換一件幾件 怎麼會去看1.2億的豪宅 面對媒體追問 看猴賊爭議 陳佩琦閃躲 快步上車避而不達 但在他要出家門前 陳佩琦可是在臉書上發出長篇文 文章中指出自己確實有看房 但看的是辦公室 沿著黨部的人艾林森杭州地段看 針對遭爆料看1.2億豪宅 陳佩琦雖然強調 確實有在立法院附近看房 但因為天色黑暗 陸名和建案名稱都不記得 這個說法也讓律委質疑疑點重重 這樣的寫法讓大家看不懂 是不是故意要轉移焦點 這筆錢到底怎麼來 如何來 我想民眾黨跟陳佩琦 都必須要把話說清楚 不僅這三四個月積極看房 陳佩琦更自爆 最常看房地點就在林儀街上 因為林儀街像八卦鎮 媒體容易找不到人 臉書po文中 陳佩琦也強調幫兒子看房 除了是想換電梯宅 另一方面希望能給兒子壓力 趕緊找媳婦 但同篇文章卻隻字未提 外界所質疑 製備款7000多萬從哪來 他兒子有點辛苦有點可憐 因為一直被推到第一線 那他人也不在台灣 那他也沒有辦法講 為他自己來辯駁 國民黨議員尤淑慧也在臉書提出質疑 開公司看猴宅是現金太多了 陳哲涵隔空反酸 難不成有議員買房都是報現金去嗎 台灣國也在柯文哲家門口道路噴漆 但沒多久被環保局人員清除 面對種種疑點外界人士不理喊 你想最可怕的東西來 今天有船房仲群組船 陳佩琦是連看三戶 不是三間喔 就是在那一戶對不對 原力建設他連看三戶 看了13樓一戶 15樓兩戶 這個原力建設貴到光 停車位就要1600萬 你各位普通人 你們家可能都沒有1600萬 陳佩琦看了車位就1600萬 可是重點來了 你說這件事表示他的買薪很重 而且現金很多耶 正好我先講重點好不好 陳佩琦是欠台灣人三個道歉 第一個道歉是破壞我們台北的婚姻市場 結婚行情 婚姻市場結婚行情 哪有說要花一億元買房子才能結婚 來台灣大家都不要決了 但第二個道歉對仲介 為什麼 陳佩琦說他連路都看不清楚 隨便晚上下班晃去看 1.2億元的豪宅 直接仲介聽了疊破眼睛 痛苦啊 我花了多久時間 遊說屋主帶給你看 結果你連路名都忘記 你連欠屋都不知道是什麼 陳佩琦是不是欠屋主一個道歉 第三個道歉我們待會討論 陳佩琦迫使台灣人 要讀這篇爛文章 是 花了很辛苦的時間 終於看懂 待會跟大家詳細說明 好因為時間關係 我們進入廣告回來 讓影響好好分析 陳佩琦這篇臉書有多荒唐